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幅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7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UT所推出的制定到变形金刚正能电影第三集 迪诺的一款红色的机器人 这是厂商寄来的sample 所以目前只有这个玩具的本体 还有它的配件 一对的弯刀 还有这个抓勾 我没有包装盒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正式的产品的外包装 还有命名是叫什么 那么这最近到第三集的迪诺呢 其实官方的SS的时候也有推出一款专属于迪诺的模具 最早在电影第四集的时候是有推出了 但是它用了这个sideway的模具 所以说一直到SS 迪诺才终于有自己的一个形象 而这款UT的迪诺呢 我实际上把玩之后呢 我实在是颇为了精彩 我直接跟各位说一下 如果说所有什么所谓的MPM级别的变形 这一款绝对是有那个资质的了 我是一个喜欢变形简单的一个玩家 这一款的绝对做到了一个所谓的帅气的机器人 帅气的车型还有简单的变形啊 当然它没有说到非常低龄的那种那么简单啊 可是它绝对是在步骤上呢 做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简化 直接推荐给大家 行有余力这款真的是不要错过了啊 整个玩具的设计上来讲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吧 有一个地方是需要在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扣上去也就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部件它居然没有错啊 其他的话呢 勉强要讲的话 把玩上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推到啊 造型会被破坏掉 其他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耶 头部的话呢 细节啊 它漆面上的很好 那导致于说呢 很多的细节的情况挤在一起 这个脸呢 以我的标准来看呢 似乎是稍稍有一点点糊了啊 不过呢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啊 它的一个可动关节 各位可以从后面看啊 它这个一个双动关节的话呢 是可以把头呢 给放到下面来啊 然后呢 再推回去 这变形的时候呢 需要把头给闪开的 它的胳膊呢 造型非常的完整 因为它的整个手部呢 唯一参与到变形的呢 就是这一块部件打开 整条胳膊呢 是完整的收到车子的底盘去 这一块部件推出来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手部的可动啊 透过这个双动关节 它的手呢 可以完全的摆到另外一侧 如果你要摆一个两手抱胸的话呢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恐怕是大家在第三集里头呢 它最熟悉的三个动作之一啊 这是其中一个两手抱胸呢 在美军的基地里头啊 等待这个指示的时候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把武器呢 给安插上去 也就是说呢 它一开始 它是装这样 不对吧 应该是装成这样 从侧边这样扣进去啊 应该是吧啊 那我不太清楚的是说 为什么它侧边的这个 孔洞呢 做到这么大 那各位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武器啊 还是有涂装的 然后有分成浅银色 跟那个深铁灰色的一个配色 那么呢 这个第二个动作就是 它在电影一出场的时候呢 拿出武器 恐吓地球上的人类的一个画面 那最后就是甩出这个 这个爪钩呢 去勾住 这个狂派的角色 那这个爪钩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就 你们赶快把那条狗给出了啊 这才是重点啊 像我们这个玩具的话呢 才有办啊 是吧 好 那继续看它的 一个其他细节 这个胸口的话 它整个是一片的部件 所以它的造型可以做得很完美 非常非常的完美 而在变形的时候 它直接就整块的部件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应该是 如果没有记住 是因为它的车顶盖吧 就车顶盖的在内侧 那另外一侧就是这个人形的胸腹了啊 再来就是一个 我就不知道什么 它的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遮刺吗 如果是黄色的 变大红峰啊 然后红色就是这个stinger的感觉 那背后的话给各位看一下 背后的造型就更炫了 这一代的啊 完全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车头灯 还有就是一个车尾部 那这个的话呢 则是车子的后面的那一个 最后那一块防撞杆呢 这样做一个翻折 也就是说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UT吧 他们经常使用那个面板的里侧跟外侧 最典型就是这个例子吧 你看这一代大腿侧边的造型 其实它翻过来就是车子的这个侧边的这个部分 轮胎也是一样的 这边就稍微小小变形一下 你知道这样子 做一个内外的翻折 里外长 里外做一个变换 就达到了一个变形的效果 它的腿部的变形呢 甚至可以说是达到的非常简单啊 也因为这样的话呢 导致于它的一个结构 其实很完整的 身上呢 你硬要说它有没有什么比较细小的部件呢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有吧 拇指吧 拇指可能是它最琐碎的部件了啊 其他的琐碎部分顶多像这一块啊 顶多就像这种很小的部件 但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手感啊 这一款真的是我目前吧 以我一个不是很喜欢复杂变形的人来说 这一款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 变形设计上是一个全新高度的产品啊 我们来到它的变形过程啊 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会建议啊 这个部件的话呢 可以先把它给打开啊 这个其实手的变形呢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运用到了啊 我们先把它的肚子的侧边这里给打开 它这里有一个部件可以把它给挑开来 这个地方啊 把它给挑开 这里有个洞 另外侧也是一样 两个把它给挑开 好打开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整个背包的部分呢 给挑起来 这个部分整个给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还蛮神奇的啦 这个地方 挑出来之后整片给翻出来 你就直接往外翻就行了 往外翻之后呢 你看得到的部件呢 能够动的呢 你就通通都把它给推回去 啊 你看这样子 这个部分就推上来 到这边 你看这个车子的 这个引擎盖已经出来了啊 这个部件的话呢 整个黑色部件的话 直接再挑起来 再往回放上去 这块部件就是这样 这样这样 就两个 两个位置在动而已啊 非常的妙啊 你可以先把这个 举起来之后 转一个方向这样子 再来把它往前面推上去 这个 推下去一点啊 这样子推过来 到这边 这里 它的一个 车子的一个头部的话呢 已经出来了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碎片的 这个地方 把它往上面推 另外一侧也有往上推 然后呢 往前面 就顺势把它给折下来 这个车子的头部呢 已经出来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头啊 刚提过啊 这个头的话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下面搓一些些啊 直接搓到最下方来 胳膊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直接的往上面 举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件啊 这样子 给各位看一下 手臂 你就转一下啊 这个变形的简单 就是这么样的简单 到这边 把它给这样子盖住就行了啊 就躲过 这个部分 手胳膊这样躲开 往上面 给塞进去到这里 那两手的话呢 除了两手臂啊 中间这里的结合之外 它的这个地方里头呢 有两个黑色的凸在这里 它对应里面就有两个凹 就把它扣上去就行了啊 这个就稍微调整一下摆正 把它给放下去 对位一下放下去就可以 那手指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转到侧边的 转到侧边的方向 到这边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拳头呢 给放进去就可以了 脚步的变形呢 也是很简单的啊 这一片部件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里头这两个部件 给翻出来 它等一下是到车尾巴这里 那我们暂时先不处理它 我们这个两片部件 一样的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里准备就位啊 再来脚的话呢 这脚毫无疑问是往前面踢过去了啊 往前面踢过来之后呢 这个部件的话呢 推过来 这个部件推进去 转到怎么样呢 转到这一侧 为什么呢 轮胎是在外面嘛 这个就不用 不用多做说明啊 这个不能顺势往后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直接的这个脚的话 待会就是往这里 靠近来这边 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组合的 一个卡扣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往上 给扣上去 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 这个地方 你就把它整个顺势的 把它往上面提上来 就压进去而已了啊 那这一片部件的话呢 这里要盖过来 这一片部件往上提一点 这一片部件把它折进 应该先先折进去啦 不好意思 先折进去 轮胎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翻出来到这里 好 这样子 这个变形的步骤呢 有一点点不太对 但是 有没有让各位一目了解 它所有的位置 通通都这么的简单 这条腿的话呢 就变形 全部推上去 变形就可以到位了啊 那它的车门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 这个地方有个凸 对应侧 有一个洞 那我们就呢 把它给扣上去 但是呢 我要提一下 它这个一旦扣上去之后啊 这个门要打开的话呢 是很紧实的啊 就是各位在 在开门的时候呢 是建议吧 从这个缝里面呢 插一个 一个变形神器之类的呢 来做一个 拔插比较简单 那最后的这个部件 原本在后面的这个部分 就把它转向过来之后 推下来到这里 就直接做一个组合就行了 那最后的这个原本 这个人形的屁股 它是这个样子的嘛 现在就只是翻过来 这边就把它扣回去就行了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最后就是一些 严丝合缝的密合 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红色的跑车的滚动性 基本上呢 只能说还算可以啦 滚动没有说到十分之流畅 它有一个地方 比较让人家觉得 有点危险 它这个角 从这个地方 它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做出一个凹痕 你变的时候呢 尽量把它往上面推到底啊 那轮胎的话呢 是一个橡胶的一个胎 你可以把它这个 橡皮部分给扭下来 车门可以开啊 但是呢 开的话比较麻烦 我就不做展示了啊 从照片里头 给各位看一下就行了 那么后轮的话呢 滚动性比前轮好一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前轮啊 稍微的就是有点顿 那底盘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 手臂的收纳呢 你只要能够把它藏进去 就可以了啊 并没有说一定的一个握法 但是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方式 然后底盘的话呢 可以看到胳膊的话呢 可以说 只有这一片部件 就是肩甲的部分打开 其他整条腿 完整的收进去 腿部的话 也几乎没有什么 多大的变化 就是把这个轮胎 从腿大腿内侧给翻出来 然后大腿侧边的板 板甲呢 做一个翻折 就直接把腿藏进去而已啊 脚也是脚踝 翻转180度而已 整个变形的这个设计的话呢 几乎就是 真的是有官方的水准 简化到了一个 非常的极致的啊 那这一定也会带来一些 某个形态的不完整 车型是很帅没错 但是车尾巴 这一代的话 一定会有人说太碎 这个也就 这个是可以容许的范围 至少对我来说吧 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了啊 那它的一个车子的造型 车尾灯呢 也是有做出一个透明的部件 所有的挡风玻璃的话呢 也都是黑色的透明件 可以说吧 这个前方 这个车头灯也是透明部件 然后后照镜 这一次后照镜的话呢 是直接的就装在上面了 没有叫我们的外装 那这里 没有一个反光的一个贴纸 如果有的话 会更加完美 不过这个都是很小很小的毛病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款UD所推出的变形机缸 第三集 致敬到迪诺的一款产品 做的非常的惊人 特别是在变形这个地方 居然有这样子的快感 真是太不容易了 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